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林宇涛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食肆油烟的问题 其实为了解决食肆油烟的问题 以及居民的相关的长期投诉 保障居民健康 其实澳门的环境保护局 在今年12月17日到明年3月16日 进行澳门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和完善监管制度的咨询 这个咨询就会向公众去咨询一下 如何去规管好食肆油烟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咨询里面都提到的 其实现在民主对一些食肆 发牌食肆其实是有一些内部指引 包括一个油烟的标准 其实民主现在的标准就是2毫克 每立方咪的 这是龙道标准 亦都规定了一些排放的时间 包括他们说 不可以连续超过2分钟 见到一个可见的油烟 另外不可以超过1小时 排放可见油烟 是累计超过4分钟 民主是三样东西都要达到 才是符合现在的油烟排放标准 当然 其实现在 不是所有食肆都是民主监管的 其实也有食肆是由旅游局发牌 另外一个可能困扰到居民比较多 也是一些所谓的外卖食肆 因为澳门其实你不提供糖食的食肆 其实不需要拿牌 只需要财政局做一个简单的营业登记 就可以了 一些外卖食肆其实没有一个 特别准照的要求的时候 其实它的油烟问题是更加难监管的 在这个法律里面 其实是统一要求 所有的食肆包括这些可能是外卖的场所 都是需要符合油烟的要求 究竟这个规定或者这个法律或者这个咨询 究竟是否能够有效解决我们澳门的油烟问题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位现场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 请到包括江门同乡会副会长陈普森先生 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 也请到新清协民生政策关注组的召集人斯丽娜小姐 施小姐你好 大家好 也请到法子机方众帐助会副理事长石崇荣先生 石先生你好 大家好 三位嘉宾就会和我们一起探讨 即是怎样解决食肆油烟的问题 还有对这个咨询文本究竟是什么看法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营光幕上面的我们的微信平台 或者Facebook专页和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我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天主教澳门教区主教李鸿星在圣诞中提到 即将过去的2014年世界各地灾难平生 而有地区受战争、扎击或者政治的影响 他希望居民将和平他的愤怒和憎恨 以希望居民身体力行与他人和平相处 他要向全澳市民送上圣诞祝福 阴暗一面人性斗争越来越强烈 很多贪婪、疑惑、疾导、仇恨、烦恼、相应而生 但是基本上人性是亿万年不变的 光明一面是忠、孝、信、义 还要积极发挥外人如己的精神 较年底开展的外港码头空间优化工程 涉及面积大约11000平方米 包括根本扶手电梯和调整售票处等 目前已经大致完成 工程亦包括政治行李转盘 不像以前有以人手搬运行李 三刺施已经相继投入运作 旅客表示 马途的环境和刺施较以前好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澳门的食肆油烟问题 环保局也准备了一个资讯文本 希望听听澳门居民的意见 如何完善澳门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和完善监管制度 其实我们同事也做了一条新闻片段 也访问了一些居民 看看他们怎样看食肆油烟的问题 经济高速发展 居民出外用线变得越来越普遍 加上自由行的带动 伴随着龙头薄彩业不断增长 除了有手信店之外 另外就是餐饮业 居民对食有需求 旅客来澳门旅游 同样要在澳门饮饮食食 便相对餐饮业无形的支持 所以越来越多有意创业的人 投身进入餐饮业 食肆开得越来越多 现时基本每人家里楼下 基本有一间或以上的食肆 非常之方便 食肆越开越多 越来越方便 但同样带来不少的问题 排污、油烟、卫生等等的问题 特别是油烟的排放 有些还长期影响居民的生活 排放很厉害 这头都挺厉害的 有时在上面睡觉 都会有很多油烟的味道 都会闻到一阵油烟的味道 都会影响很大的油烟 味道和牛肉 都很骯髒 有些油烟的 即是长的那些 我经常都会经过这边 都会闻到油烟很厉害的 应该规管一下 不要直接放在街上 市场是否应该有一个 严格的肺气排放标准 到底政府部门又会去执法处理呢 今次咨询文本提出 关于澳门餐饮业场所的油烟排放标准 设备管理规范和监管制度之建议方案 以及相关建设配道政策和措施 根据科学分析 如果实施有关建设排放标准及监管方案 每年可减少油烟及种原浮火粒的排放量 分别大约23%和25% 有助改善澳门的空气质量 和缓减餐饮业的油烟排放对澳门居民的影响 将来执法的部门 监管部门都是由环保局去负责的 这个变成在执法上可能会更加的统一 到时这个标准就是澳门的统一标准 包括现在民建总组发牌的 旅游局发牌的这些场所 都是必须要遵守的 另外一个也都一些外卖店 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场所也都要遵守的 到时民建总组的内部标准 可能可以参考我们现在整个澳门的同一个标准 你对市面上的食肆油烟排放有些什么的意见 环保局推出的澳门餐饮业 油烟排放标准及完善监管制度的咨询文本 你又了解多少 有些什么意见想表达 其实刚才片段都看到 如果这个文本落实的话 即是这个法律生效的话 其实也会统一去规管所有的一些 游烟食肆产生的游烟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看下去 澳门的食肆的发牌制度 其实都比较复杂 还有其实都有一些灰色地带 例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食肆发牌 一般是由民主和旅游局负责 其实是同一个法律来的 里面就分了五级的餐厅 但其实就没有明确 这五级的餐厅由哪个发牌 一般的习惯就是什么呢 可能在酒店场所 一般都由旅游局去发牌 但也都如果不是酒店场所里 其实你也可以去民主或者旅游局 事大一个申请发牌 另外民主基本上 现在不少的食肆 因为可能有一站式的服务 牌照的申请服务 其实相当多的食肆 亦都是民主那边去取牌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大家现在常见到 一些外卖的食店 什么叫外卖食店 其实澳门对于一些 只要是没有糖食的一些食肆 其实他就不需要去旅游局 或者民政总署取牌 这些食肆 其实他仍然都会产生外卖店 都会产生油烟或者气味 各方面的问题 这个无论是食品安全 各方面 其实长期都引起社会关注 自从之前食品安全中心 成立了之后 外卖食品 都作为他们的监管范围之一 但是油烟问题 一直都是一个半空白的状态 当然居民遇到油烟问题 其实可以去找环保局去投诉 但是环保局不是一个准照部门 也都对外卖食店 其实只可以作一个 劝语各方面的方式 因为我们也没有标准 其实现在定出一个标准 甚至乎有些居民 可能现在有些饮食的工业场所 可能做一些饭送 其实都可能会产生油烟问题 其实将来如果 这个环保局的一个 饮食业的油烟排放标准定了出来 其实这些即使不是 对外卖的一个集中的场所 它的油烟问题 都是需要监管 看上去似乎是见到一些曙光 但是深哥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或者收到很多不同的反应 油烟的问题 其实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以及有了这个 餐饮业的油烟排放标准 如果将来真的可能 立到法 立到实了 由环保局统一执法 有没有一些曙光见到呢 深哥 韜哥是可以这样说的 油烟的问题 我比喻 现在这个是完善金管制度的文款 也算是春天 春天迟来也比没有 其实如果你问到我说 对这个问题 我只用八个字 这八个字呢 一言难尽 各有辛酸 具体是怎样的 虽然难尽也要先说一下 难尽的话 其实由09年开始 这路路续续 无论是社会好 政府好 街坊好 其实各个方面 对这些问题 都开始人家关注 但是一直以来 后果真的不是很彰显 问题在哪里 不彰显的话 我觉得就是正出多门了 你发这个牌照的话 涉及多少个部门 卫生、公务、消防、环保、民主 如果是餐厅、酒吧 还加上旅游局 好了 这么多个部门去管 都是不要紧 但是这个问题 它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各有各的说法 你刚刚提到 在标准问题上 大家都有一个争议 都有不同一个标准 结果的话 无论是商业 即是经商这方面 或者是执法这方面 或者是市民监管这方面 大家都没有尺度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最后的话 最后又是不了了之 你现在不要看 2009年到现在 其实现在的投诉过案 比以前 争较了80% 多了八成 其中环保局收到 140多宗 差不多85宗 民主收到 570多宗 但是最后又如何 情况是 现在大家都在吵 都在二 又是因为没有统一标准 所以的话 要是 将这个问题 要搞清楚的话 我觉得政府 真的要落个决心 要统一 你不要各行歧视 即使各行歧视 需要互相配应 或者互相配套支持 不要紧要 因为毕竟有很多范畴 各个部门需要配套 大家互相呼应 使各个政策陷阻 但你现在的问题 就一定要扭转过去那种办法 我就很简单 你刚刚也说到 排庫的标准 排庫标准 你说明显可见 一个这样的标准 是不是 这个是民主的指引 这个好了 好了 就是确保黑烟 环保局现在的内部指引 环保局的指引 或者叫做公众指引 就是一个黑烟 要从黑烟的角度 民主就是可见有烟 其实中间又有不同的定义 大家的操作是否有问题 你叫那个食肆的当主 老实说 他大家对这方面不太专业 你又用到一粒方 又1.5mg 又2mg 他不理你今天的东西 对不对 市民又1.5mg 我三半夜闻到 下面又炒辣椒 又做太色的东西 我不行 我也试过 我也接触过 民主的指引里面 没有气味 就这样来了 你投诉还投诉 举格还举格 即使 你买了环保局的资助基金 那些设备 民主都不一定收货 你这标准不适合我 我标准不收货 市民已经无所适从 你叫人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问题是 要咨询 除了市民需要给准确的意见 但关键问题是 政府真的要拿个决心出来 放下自己的价值 各个部门 你不要理那么高 你不听我 我不听你 你搞你的 这样的话 最后的话 国有辛酸 这个事情始终传绕整个社会 不过其实在这里 我都深刻讲到 一些投诉的分类问题 其实环保局的咨询文本 里面都有讲到 一些实际的情况 其实现在澳门的一个 空气污染的投诉里面 其实是超过42% 其实是一个食肆油烟的投诉 空气污染投诉 可能包括很多 其中四成二是一个食肆油烟投诉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 就是说 在食肆油烟投诉里面 是环保局接约 低层流域是6成6 即是三分之二都是低层流域 另外我们也看回 在环保局收到食肆油烟投诉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发牌的食肆只占59% 即是旅游局或者民村发牌 其实有41% 仍然都是一些外卖食肆 基本上 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名式监管 外卖店是占41% 我们看回这几个图 都是分析到食肆油烟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低层 尤其外卖店也占有一个相当比重 刚才阿森哥说民主多少政出多不多 总是有一个发牌部门 虽然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 但似乎外卖店的问题都很严重 也想请教施小姐 其实现在看上去标准比较多 我读一读 可能比较复杂一些 民主有三个标准 对于他的发牌食肆 就是油烟排放浓度 不超过两毫克 每立方麦 其实简单来说 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 就是百万分之一 两个百万分之一 如果我们再要解释一下 另外就是不可连续超过两分钟的可见油烟 以及不可以一小时里面的可见油烟排放 超过四分钟 其实听起来都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 油烟浓度一个限制 另外就不可以见过连续排放烟超过两分钟 一个小时累计就不能超过四分钟 听起来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就是民主的标准 但又说到老和环保局 其实他有用黑烟去要求 当然他的指引里面就说 不可以发出油烟和气味 都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他也说到 任何四个小时内 不可以超过六分钟的累计的油烟 也不可以连续超过三分钟 看起来标准各有不同 有黑烟可见油烟 里面是很复杂的 今次民主就说希望将2MG 收紧到1.5MG的每立方米 似乎听起来就是现在很复杂 将来统一了 或者收紧了这个标准 肯定比民主嫌一点的浓度 会不会有帮助呢 施少姐你看 究竟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觉得 好 谢谢韭哥 其实刚刚阿森哥和韭哥说了很多 包括现在我们在这个规冠下面 其实是标准各异的 这个是很清晰的 而我也很认同阿森哥说 其实这个是迟来的春天 因为你不停拆回很多网上 才会发觉 其实它是09年已经在说的 而且09年的数据和 即09年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们要谈谈原因 因为09年 因为09年环保局才成立 其实之前这个问题 是远远了很多年 其实投税有很多 但环保局成立 其实其中一个大家最重要的期望 都希望游烟处理 包括在环保局 它是有一个叫10-2020年的 一个整体环保规划 其实我见之前 不停这几年 已经出台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包括一些大气污染 固定污染源 工业污染等等 再来到我们这一块 就是我们做饮食行业 而我们都见到 其实饮食里面 有很多可以走赚的地方 包括好像刚刚提到的数据 原来百分之四十几是说一些外卖食股 而当食股的游烟没有规管 尤其是我们很喜欢开一些近来台式 或者日式的 包括一些烧肉店 或者一些游烟味很厉害的食股 往往就会令到我们的问题 越趋严重 而它也都导致到 其实我们很多一些不同的街坊 已经出现很多反对声音 就是为什么 你们要将一些游烟问题 搞到那么差 而你们是没有能力去解决 其实这件事对街坊 和对创业社来说都不是好事 因为好像现在经济发展 我们都很乐见 澳门的产业 或者我们的发展 越来越多元 但是当这些矛盾发生了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跟谁去做一些 抉择和选择呢 所以在这里里面 其实我觉得 如果当它影响到我们的一些 卫生、健康 或者是环境等等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这一个的资深文本 正正就是更加应该 尽快地去做出来 娜娜娜想问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出很好 这个是矛盾来的 其实居民老实说 在生活区里面或者居民区里面 很多人没有食肥 居民其实都需要饮食 但是这个食肥油烟问题 其实又困扰住居民 其实中间你觉得 如何平衡作为年轻人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作为居民怎么看呢 作为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年轻人 其实我是很喜欢 我们的家里 楼下有很多不同的食肥 其实很方便 其实很方便 包括好像我们澳门 现在形成了 每一个的俱乐 都有不同的特色食肥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但问题就是 我们又想吃好的 但又不想被一些油耳铭共沉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一直提到矛盾所在 所以我觉得 其实好像我们 之前一些不同的基金 或者我们一些开业的 一些指引等等 尤其是我们这么多局的 那么多一些 发牌的一些不同标准 我觉得可以事先 和一些上创业或者立牌的人 做一些多这类型的指引 例如一些指引给他们 因为很多人 像我那样 或者再年轻一点 90后 其实他们不太清楚 如果这些事情 可以更早给他们知道 而且他们也未必想 影响其他区民 其实大家都不想 那就可以 及早做一个预防机制 等到我们不用 真的出事了 才做一些罚则 也想提到一点 其实如果出到将来 罚1.5万至7万 其实我想到时 没有人会想见到 因为没有人会想见到 我们那个 中小企业的一些 经营空间会越来越小 关键不是罚 关键是希望控制到油烟 以及有清晰的指引标准 石山有清晰指引标准 是否真的可以解决到 相关的问题 法治基区也有很多 这些问题存在 法治区比较属于一个 新旧区交界的地方 人口比较密集 近来来说 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食股 这方面 那些居民叫做有爱有恨 爱的意思就是方便 去到哪里也有食物 恨的意思 如果住在附近 尤其是低层那些 面对一些什么问题 包括一些 气味和油烟的污染 其实下一步 噪音也有 噪音也有 有些油烟机可能产生一些噪音 甚至乎有时会因为 一些油烟机的处理都不好 产生一些火警 都会曾经都试过 在这些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方面来计 市民有时都会觉得 现在的情况是 无可奈何 都要接受 在接受之中 亦会有时 亦会影响一些反应 可能会引起健康的问题 也会有 有些可能呼吸度 引起不舒服的问题 也会有情况出现 但石山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肯定是 证出多门 或者有很多标准 各议 其实现在的问题 严不严重 你觉得立法之后 有个名式的标准 统一部门执法 会不会见到楚光 如果是理想来计 应该会有些改善 但实际上 到时限于澳门的条件和环境 可能有些事情 都未必完全可以做到 有法例 但条件上 未必完全可以配合得到 可能石山说的 可能是一些低层的楼宇 如果他在食市 是煮一些 味道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他煮打菜 这些是很难 有个有效的措施控制 所以说 这方面 是否大家都要互相包容 但应该政府 定一个名式的标准 让大家都去做一个遵守 我觉得是的 这件事 也包括一件事 是要商人局面 食市的商人 市民和政府 都要一个平衡 这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政府是一个主导的作用 才能效果出来 可能真的要定好一个标准 政府有严格执法 大家都准受这个标准的时候 如何和平在一个生活区 里面共处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到澳门开讲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下 食市油烟的问题 电话里面有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陈小姐 如何看食市油烟问题 请讲 我讲讲 希望你现在坐在那些 是否还保局的人员 不是 不过你可以说 我相信之后他们都会再看 或者现在已经看了 我希望 環保局都听到 真正务实着做事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要计量市民的健康 例如关习骑士马路的食市油烟灯 好像一只大火船 江门洪匠会长的帝船 他就知道江门船开石日期 那条船 我们四楼仔知道 哇 那些烟灯是乱乱乱乱 向烟灯发展 一样一样 是乱乱乱乱乱乱 所以还保局应该要换 陈女士 我想问你说的烟灯 因为我真的很坦白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你看到烟灯出来的烟灯是怎样的 黑烟灯 又有油 在骑士马路 是否现场 即是大厦周围 已经有很多油烟灯 是的 你们大厦灯出来的都是一样 那些都是北京街 对不对 向街上这样烟灯 那楼真是楼上那些 怎样感受呢 北京街那里你大早演出来了 我很关注着你们拍的油烟 有罗马街有两间烟灯 这间大厦的门口 一公道黑了 还有很多区分都是 相信很多人 是的 住在低层的居民 又不敢开窗 那你说就怎样感受呢 我希望华人保局 就真的没有得过说 真正正正要做事 以前做的事就过去了 希望你们真是自信 我说一说大陆 大陆的城市 就将烟灯 就架了到它的坑渠那里 由坑渠那里去的 由地下坑渠去的 是吗 是的 一阶就高过大厦的楼层 高过大厦是应该的 但是你说是否坑渠去 就未必一定 不过可能它也有污水排放 是的 那用烟灯发展 那些人就不要这么惨 不过陈女士 这里又想请假一件事 你说得很对的 其实很多地方 就是有一条 食肆 有一条烟灯去到大厦屋顶 因为屋顶之后 就可以比较好的扩散 对居民的影响是减低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按法例的规定 因为大厦的外场 是属于大厦的共同部分 如果食肆想起烟灯 上去天台 就需要大厦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 那么矮层的都不容易 高层更加没什么可能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否要放宽这些 还是怎样 不是 如果你想做好 一定要持续 那你也要顾客市民的健康 因为你不要发牌 你叫他们弄好 为什么人家这些商场 没有油烟进来 人家就将 我不懂 我是外行 但是你旅行 你也看到 商场底下 我知道 陈女士 我明白的 所以其实在建筑设计上 如果后加就很麻烦 是否这样的意思 那你要想办法 尽量做到最好 所以陈女士 我也想请教 文本里面也提到 建议将来矮层楼宇 即7层以下那些 其实需要留一条共同管道 给将来可能的食股 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有些管道 不需要再找大厦业主同意 就已经可以上天台了 这个油烟问题 你觉得可不可行 可行 希望你来环保局 真的要做事 不要只说 不要做羞 OK 多谢陈女士 那我们还有袁先生的电话 袁先生你好 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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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看食肆油烟问题 请说 主持你好 是 其实呢 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遗留的东西 就是一套路班子的问题 嗯 应该一早就要解决 应该部门多 嗯 为何哪个执法 他都不知道 嗯 执法有很多个部门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嗯 他又可以联合去执法 也可以的 嗯 又不行 你去到民政总署 你去到环保局 环保局 你回到民署飲食署 那里 一会儿就会新谷 那里 哇很多东西 我想油烟问题就比较清晰的 譬如 如果 环保局 这个问题呢 就是高官那些人 就想不到的 想不到 不去做 嗯 嗯 其实 其实 陈先生你说的一些油烟净化系统 其实澳门很多食肆都有 包括 混水烟罩 静电随陈 不过呢 其实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保养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不去维护 买到设计 甚至没有开 嗯 你的标准符合 你 如果符合标准的话 你完全可以解决到问题的嘛 不过 环先生 现在的问题就是 就算符合标准的设备来到 似乎 维修保养 或者有没有开 都是一个问题的 这些是各知的了 嗯 这些问题你都已经是 已经多了上去 你自己不去维护 是 是不是又要煮一下呢 你不要去饮食啦 自己私人炒菜 有烟喷出来啦 嗯 那就单止他吧 嗯 所以 袁先生 你觉得 是不是有标准 现在说同一个标准 或者有环保局执法 你自己觉得可以吗 我和你说 这一饭 应该是由环保局去监督的 你认同这个方向 为什么不是呢 你汽车那些烟油 都是空气问题 污移物 都属于它的范畴内 嗯 那根本上你民主 你插什么手呢 嗯 不是 民主因为食肆八排 他有个监管责任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分工合作 嗯 明白 将这些问题 搞成乱七八糟 OK 多谢袁先生的电话 因为我们还有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你好 喂 陈先生 喂 你好 怎么看食肆油这些问题 请说 哦 这些很普通的 郑先生的陈女士说得真是没错 是 你那些 你那些 他说那些烟通 是 你那些 都是要上去的嘛 你现在因为保护私人财产是三分二 是 你既然你不得三分二 你为什么我要给你开 你为什么给他开不开档呢 嗯 还有四位 你们都是基层团体 你们所属的方会 请你去看看 如果某一栋大厦 它下面有食肆的 你看看二楼的那个 那层那些是什么色 嗯 你可以数一下 你数到十个 你走过十个 有九个 有一个不是的 不是黑色的 你都可以给 可以说这个是对的 你去看看 不要在那里说 所以 你的意见 是否觉得 统一了标准 由環部局统一执法 或者刚才也说到 是否预留一些 起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这些烟冬去上天台 其实这些方向 你认不认同呢 可以的吗 你这个法例 你们认为有法例就可以了吗 嗯 我们看着某一位 当时那些主持人说 某一位主持人说 澳门今天才在石头爆出来的 澳门四百年了 多少法例 但是陈先生你觉得法例是不可以 你听我说 你听我先 吴先生你听我先 我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人执法 是的 有没有人执法呢 嗯 现在华本公说他执法 他说而已 交通部就说他执法 嗯 交通警方说他执法 你看多少黑的 多少拆 多少拆 你就是说他们执法 你就是对他们执法 你就是对他们执法没有信心 是吗 还有啊 林先生你先知道陈女士说一个问题 你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不可以向地下 向渠牌出去 嗯 你看香港那些大厦 他一起就说下面做食肆吗 嗯 他一起的时候 那些渠全部都是在底下过的 嗯 那些饮食在渠过的 我想陈先生要分两样的 食肆有油脂的排放 譬如现在民主他都有要求自己做一些叫做隔油井 但是油烟排放和油污排放是两件事来的 我想你又要分开 油污排放就是一样一模一样 你根据是你有没有法例而已 嗯 你现在你做的事没有人 OK 多谢了陈先生的电话 因为我们还有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你好 是王先生 你好 主持人 王先生请说 怎样看油烟的问题 请说 我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澳门这边的话 因为我家附近的话 我家楼下应该是有六处这样子 那就是小型的中小型的那种餐厅 嗯 你是住筷子机的 楼下有六间食肆是吗 是的 请说 然后呢 就是感觉就是 现在比如说家里面那个地板这块 因为我地下是瓷砖地板 然后呢 以前就比如说我两天很拖一次就没问题 现在呢一天拖一次的话 小孩子在袜子上面都是黑色的 就是你现在发觉呢 你日日都有拖地 但是地面上面都很多油污 是啊 你感觉油污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呢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那个排放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就像污水排放一样的 是否没有处理过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 比如说在午饭时间或者是晚饭时间去看的时候 会有那些黑烟时间冒上来的嘛 嗯 一旦瓜分的话 你就根本就没法 曬衣服开窗户 就是很困难的 嗯 其实王先生 其实他看到吃饭旺旺的时间 其实油烟都噴上来 但是王先生 你自己有没有去投诉 或者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投诉过 没有 其实可能都是可以去民署 或者环保局 旅游局 都是离不开这几个部门 但是其实王先生想请教 其实楼下有六间吃市 其实都挺多 其实可能一个很严格的标准 可能这些吃市 比如刚才陈生也说 他可能真的 现在又要三分之二同意 才可以起条烟通上天台 那可能真的没有这些吃市在楼下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 其实你中间你自己会怎么看这个平衡呢 王先生 当然如果说楼下 比如说你饮食方便的话 消费方便的话 可能对小区的居民也当然一定方便 因为现在家里面 自己做饭的人肯定不会很多嘛 嗯嗯嗯嗯 就是会方便一点的 有食市 对对对对 你觉得 如果说想解决油烟的问题 是不是说一定要通往天台 如果说直接在 比如说在大厦的 就是在厨房的外面 是否再改善一下这个油烟的 就是他现在都有些油烟设备 你觉得未必上天台 应该有些设备 可以改善油烟和气味的问题 对对对 比如说你多做几个循环的 就是排烟的那个管道 然后里面多加一些过滤的措施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改善的 因为好比比方说我们 南方天的时候 就是有炒湿天的时候 有油烟的那个问题 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 嗯 我想这个科技上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 就是你觉得潮湿的时候 就问题不大 王先生 因为你是不是都是外地来的 对对对 其实比如你家乡 会不会有很大的油烟问题 在哪里 因为我们地方大 而且能口密度没有这么多 嗯 所以有都未必感受得那么强烈 对对对对 因为王先生想请教 现在政府就说要统一执法 由环保局执法 收紧了一个名息的标准 你觉得这些会不会有 对这些油烟问题有帮助 应该会有的 我觉得赞同这个做法 嗯明白 OK 多谢王先生的电话 我们还有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是 是 请说 怎样看食肆油烟问题 请说 因为油烟其实很难解决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做锤房 做了几十年 就是我做锤房设备 就是抽套和盆子 李先生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是 就是民主或者很多政府部门 其实都有说 其实很多食肆都有装压 静电随側 是 所有煙都都做了 但是是否保养维修做得不好 这个才是关键点 是 因為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那些所謂的運水煙罩有靜電 靜電脆柱 有靜電脆柱的Ferrota 還有那些叫做什麼? 降解的油煙液體 那些鹹水 問題就是那個維修保養 和我自己本身都在做 是呀,就是想請教李先生 你們是否很困難呢? 其實我們做完工程之後 我們通常沒有保養 整體維修和他保養那些 就是做了收了錢就算了 即是他不壞,不會找我們 好了,壞了 他不主動找我們 我們沒理由上門叫他 我要和你弄不可以的 你現在是做工程的人 是呀,沒錯 所以我覺得要監管的就是 要有一個保養程序 即是說 即是有個雞茶 技術上操作就是這樣 即是可能是 問政總書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執行另一件事 但方法就是這樣 即是說有個雞茶 每三個月去巡查一次 好了,證明他那個油煙機那個 在出口那裡的油煙量 那個所謂的比例 合乎衛生標準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維修保養很重要 問題是因為其實 無形中亦都增加了食肆的經營成本 但這個我想 經營成本是轉嫁回到消費者 但是公共衛生才是最重要的 公共衛生、公共健康是重要的 但李先生想請教一下 其實現在呢 譬如你都可能做這方面的工程 現在剛才袁先生都提到 內地有很多符合標準 各方面 譬如你們現在澳門那些食肆的 譬如你剛才說的 水煙罩、靜電除塵 或者其實一些液體的 一些降解的油煙的過濾系統 其實是不是有沒有相關的 符合資格 或者國際認證的標準 其實本身那套系統 它已經是有一個技術 指標給你跟隨的 即是說你在正常運作之下 所排出來的油煙 裡面的有毒物質 基本上是已經可以 人的健康可以接受 問題就是 當然啦 我不知道這個除房 最關鍵還有一件事的設計 即是那個除房 有多少勞做 有多少生氣 同一時間 要排出多少油煙兩 這些呢 這個是有一個定值 但問題呢 就是 可能這方面 那個專業的判斷 不是那麼足夠 即是從設計上 沒有考慮到 設計上也沒有考慮到 我安裝就可以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 這些不需要工程師 一般都是說 我買一個規格的油煙機 基本上 它有多少立方規的除房 可以用的 我想請假一個問題 不如你們剛才說 除了維修 這個肯定要保養之外 其實行上是否要清洗的 這個是否很重要 要怎樣清洗 其實很簡單 本身除房的那個都可以做的 拉些水果出來清洗一下 等它的通氣量能夠暢順一點 你見現在有沒有做足的 那些廚房 嗯 我想都不會做足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不做足 你見到 當然啦 我來炒菜 我不是來 為兜油煙機 李先生如果有個比例 你說有多少人都沒有做好這個 行上的清洗 嗯 這個我也不這麼說 我想是普遍性 普遍性 明白 多謝李先生的電話 歡迎回到令澳門開講的現場 剛才觀眾朋友都說了很多食肆油煙的意見 基本上其實都認同當局要定用明式的標準 一起統一油環保過去執法 相信如果只要嚴格執行的話 可能都是有些曉光的 深光剛才提到很多問題 也有安裝油煙設備的朋友就說 其實那個補煙其實做得好不好 是否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 聽了五個觀眾的電話 我覺得他不同的身份 在不同的角度去講了油煙排放問題 實際上證明大家關心這件事 是 我在這裏說句公道話 即是說政府需要做事 但我們覺得有時候 作為我們無論使用者也好 或者是監督者也好 其實都意識到一個自律的問題 自律問題 是二十幾萬 是二十幾萬 那你不理會呢 我又不用用 遇到這樣的情況 即是回答不到這個後果 好了 剛才也提到 就是這個大一層樓宇 那個排放的管道 要通天的問題 我也處理過一個個案 私底下 誰來沒有說 是在一間酒樓 提了意見 他也想改 那想改 遇到你剛才說的 三分二的業主 很難獲得通過 他作為更新工程 一對三分二的業主要同意 結果沒有人同意 即是不肯同意 即使有人同意 去到那條管道 去到他的窗口的時候 喂 你不要在我那裡打釘 大哥 我們在管道打碗落雨 所以實際操作又有問題 即使予議 即是食肆的業主肯裝 肯付錢 但是也要到這個問題 另外 又要到法例上的一個債後問題 就是說 喂 這些是屬於簽建 三分二的 每個人不簽名的話 你弄下去就要簽建 到時民主又踩進來 喂 你又不行 那些人覺得方方面面 都應該是 如果說了真正解決這些問題 大家都應該下官公正去處理 真的要全面配套 政策方面 那你怎樣看呢 我都很認同心的那個說法 因為剛剛聽了五個觀眾的意見之後 都發覺 其實很多都是 我們大家之間 也是我剛剛說的那種矛盾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如果我們留意到 我們留下很多食肆的時候 或者我們都可以主動一點 如果發現那個問題 真的干擾到自己的時候 可以先跟食肆做過溝通 直接溝通 是否真的沒有開 是否沒有保養 會否說 那條渠真的沒有好好的去處理 包括這些渠和游宴 其實都是兩個方面的問題 所以 因為澳門現在人口密度很高 而且我們越來越發展很迅速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去處理這些問題 石先生 作為居民那方面 應該怎樣看呢 我也覺得很認同兩位所說的內容 其中有一個方法 可以在保養管理方面立法 即是定期有個檢查制度 即是至少有一個標準 指引他一定要遵從 去維修保養這些事情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是否食肆有不同 產生的油煙量都不同 這方面是否都有些看法 覺得要怎樣做 我覺得如果是政府立法立場 可以在食肆的分類方面 例如是低空氣污染的一類 在密度比較大 或者條件設施不太充裕的地區 即是油煙大可能要遠離民居 即是沒有油煙的 煮煮一下 或者打火鍋 其實可能沒有油煙的 亦可以近一點 沒錯 用這個方法有個好處 在這裏我們有周先生的電話 周先生你好 你好 周先生麻煩請說 你的意見快一點 周先生請說 剛才那幾位先生說 都是一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你每次政府一件事就是 油煙問題 那他除了油煙問題 他又沒有跟中小企的問題 即是等於說 他要弄東西 那業主又不讓他弄 好了 當他弄的時候 要一段日子 那其他政府部門 會不會配合呢 你公務局那些東西 當他拆完東西之後 他要等他出牌 他要等一段日子 要幾個月 那幾個月 怎樣去維持生活呢 是不是 那你的配套 政府都不去配套 但是就貌貌然想一件事出來 嗯 每一件事都是 想一件事出來 配套都沒有 那你又不去幫他 只是說 那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就一定要改 但是周先生 想跟你分享一下 你說的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譬如可能現在 做一些工程上面 很多中小企是租回來的 可能業主都不讓他配合 沒有說租 就算那個是自己業主 他請了一個伙計 他每天的維皮 每天的人工 那他還要幾個月後 做完之後 還要等公務局批 是 如果公務局認為你做得不好 某樣東西不好 是 又要多多兩三個月 那麼 那半年裏面 你算一下一個月 明白 周先生 肯定成本很高 但我想請教一下你作為中小企 你怎樣看這個食肆油煙的問題 和居民之間的 怎樣的平衡呢 其實很多中小企自己都想做 是 其實很多自己都想做 即是怎樣說呢 就算油煙有問題 對自己身體都不健康 那你覺得應該怎樣好 那應該政府要一起配套 不是說你叫人整 只是說出叫人整 可能周先生說 是行政上面的配套 是嗎 是的 你要其他部門去配合 你要快點去和人出牌 快點去研究 怎樣去整 怎樣去配套 跟業主去談 這樣人家才可以去做 所以 你貿貿然認為要改的 就要人家立即拆 拆了人家又出不了牌給人家 那那些是否停業在那裏 明白 那請了那些伙企那些 是否叫他們不要開工 所以周先生也都從中小企 或者食市業主的角度 我做了食物幾十年 我做了食物幾十年 各樣政府部門一出一件事 就要你立即去做 但是沒有一件事去問一下 食物行業的意見 當然啦 如果你大間企業 當然可以隨時都可以做到 那所有小企業 你叫他們貿貿然停幾個月 還要慢慢等政府部門去批 所以周先生的意見 其實反而 有時你可能願意出錢 亦都願意改善 只不過就說 你行政程序那裏又拖幾個月 其實對你們是最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想去整 你整整之前 你所有的 等於剛才那個人說 他整個油煙的設備可以整 但是他自己那份事 都未了解他怎樣去保養維修 但是他說要去保養維修 明白 那怎樣叫保養維修 根本都未有專業人去做 嗯 那你要我給錢 但是他說 只是整個份東西整得下去 但是他不能來幫你檢查一下 那維修有問題 他整份幫你換 那又要等幾個月了 到他拆了又要換上去 嗯明白 他自己都未有專業 那你政府部門 那怎樣去做呢 OK 多謝周先生的電話 不過周先生作為中小企業者 其實他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都想配套 但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有個行政配套 方便到他們去改善呢 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還有李先生的電話 李先生你好 大家好 李先生請快點 關於那個症狀化的問題 肯定有功效 但是問題呢 你記得那件事就是 一個臭氧化生氣來的 你們大家聞到他有一股臭氧味 嗯 臭氧就對大家的身體 是有極度傷害的 嗯 就是希望大家 現在我可以說 我經過那些證明遊戲機 是聞到那股臭氧味很濃烈的 不過李先生 因為臭氧呢 就是這裡 補充一點點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臭氧很不穩定的 在一個空氣環境很容易分解的 那麼這個也是他的特性 那麼但是 但是 李先生很擔心 其實他們會不會有其他的副作用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啊 最大問題是他們的 那些直電呢 就在屋邨裡面 嗯 但是他的政電 其實是裝在廚房裡面的 不是噴出來的嘛 是空氣環境的 是空氣環境的 即是李先生 反過來擔心噴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有其他 我就問到 即是整條街這麼長的走廊 嗯 在整條走廊衝出 嗯 但是李先生 你現在 除了你說的臭氧的味道之外 你自己敢不敢 各度有油煙 或者各方面都有出來 但是那間店 就不是做炒東西 是做咖啡室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炒東西 只是蒸著而已 OK 就是問題 他就是在這條走廊上 OK 但到很精靈的人 如果長期的問 有種作偶的感覺 明白 OK 謝謝大家 謝謝李先生 李先生說了一個具體的問題 因為時間不多 亦都給少少時間 每位可以總結一下 鑫哥先 我總結的話 應該就是十六個字 是 十六個字 廣泛咨詢 廣泛咨詢 行政配套 行政配套 社會包容 官民合作 這個就是要各個方面 要全社會來 政府真正的咨詢 推出資訊民 真的要認認真真 真的要聽到市民的意見 各界的意見 明白 即是在全方位 要聽到不同的業界意見 亦都有一句操作性的行政 對 不要挪裂了大堆數據 如果他們在這裏 就要通俗異統 去跟市民宣傳 各方面的意見 以及鑫哥剛才都說 大家負起自己的責任 大家互相包容 居有什麼 大家要體諒一下 做生意 做生意的難處 政府有政府的難處 市民那種冤屈法 亦有他的氣 大家都有包容 理性去處理 但我們真的要定清楚遊戲規則 大家要去遵從 明白了 明白了 怎樣看呢 認同遊戲規則 好像我們這個文本出來的 其實咨詢期到3月 因為剛剛的電話 聽到很多不同各個角度的意見 對 就是囊括了 譬如是中小企做維修的 或者是普通市民的 這些正正是我們政府最想聽到的 所以由咨詢文本入面 其實我們更加應該 加大力度去提出更多的意見 包括如何去做好我們將來的 一個的監管和標準的一些落實 還有呢 將這些東西 就和市民去澄清 譬如哪些其實對身體是有害的 或者哪些其實可以是 是的 剛才又臭養擔心的 是否有害呢 這些是否要釋除大家的意見 擔心的一些疑慮 還有最後就是我們當法律 或者這個諮詢制令之後 我們怎樣去落實 包括剛剛有個市民提供的 會不會去做一些稽查 或者是做一些很勤力的檢查 這些我覺得都是需要的 石先生 從居民說的 希望這個立法諮詢能做到三贏的局面 第一就是政府 無論是政府 以及一些中小企的食肆老闆 以及一般的居民 都取得一個共識 以及一個實事求是 這是最好的 其實我想真的需要大家 社會居民 以及可能是一些食肆的中小企 其實大家都要尋找一條真是可行的出路 其實剛才說今天很高興 都有不同方位的觀眾都打了電話來 有居民的意見 有這個設備的意見 也都有中小企雙方的意見 我希望政府能夠真真正正去聽取 各方面的意見 能夠做好這個 即是參入業的油煙排放標準的制定 其實可能除了標準 相關的配套要求之外 更重要是怎樣完善 有什麼可以提供配套給居民 這方面需要大家繼續去關注 明天會和大家探討 怎樣去打通官民溝通 接下來不要轉台 記得收看澳門開槍